我们只能看到一辆公车开到一半 紧急的停在路边 随后这辆公车就冒出了大量白烟 司机当时吓了好大一跳 马上通知车上的乘客下车 随后司机马上下车查看 才发现公车的轮胎开始起火燃销 立刻是拿出了灭火器来扑灭火势 场面是相当惊险 事发就在台北内湖区内湖三种大门口附近 今天早上八点半左右 消防人员货报也马上到场 发现公车司机已经自行扑灭火势 从画面中还是可以看到 这个地面上还残留许多的干粉痕迹 据了解这台公车当时开车开到一半 轮胎爆胎 随后就因不明原因开始起火燃烧 所幸公车司机是当机立断 马上停车之后疏散乘客 还好整起事件没有造成伤亡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